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新竹的關係客家人 赤手空拳 來到臺北打拼 拼手之主 終於闖輸了一番小小的成就 十多年前 他們開始回到自己的故鄉 來回饋鄉裡 每年的農曆過年前 你們會募集了許多物資 回去幫助關係許多貧困的家庭 對對對 這十多年來 愛的足跡不僅在新竹 也拓展到台中還有桃園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呢 師兄講說因為從小他辛苦過很苦 所以他想要回饋 除此之外 二十多年前的一場大火災 燒光了他們所有的家當 也攔起了他們 要更加行善助人的第一大步 到底什麼事情讓他們這麼感動 影片完之後 我們一起來聊 喂 樓里長嗎 我是台北那個彭太太 你有沒有統籌一下大概有幾位 七位是不是 那我準備氣氛好不好 好好好 那九點鐘在那邊會合好不好 每年歲末寒冬 劉真英就開始向新竹關西各禮的里長 蒐集需要關懷救助的名單 然後開始籌備各項發放物資 今年那個里長報給我獨居老人比較多 我就針對獨居老人的需求 比方說這個襪子我怕它摔跤 買進來的貨就有一些止滑作用的 一雙止滑的襪子 一條輕便又保暖的圍巾 每個小地方都有劉真英的體貼與用心 而這份對陌生人的細膩關懷全來自1989年的一場火災意外 在我78年的時候 凌晨12點45分 家裡發生一個火災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 我的兩台車子擺滿了人家送我的衣服物資方面 很多人都生出了元素 由於這事件我覺得我該回饋社會 我希望大家能夠拋棧引玉 能夠更多人來跟我一起做 一場大火雖然燒掉了劉真英的家 卻燒來了更多人間的愛與溫暖 不僅讓他們全家能夠在災難中重新站起來 也讓當年那份愛傳給更多需要的人 我們現在下去新竹 在關西在我姑姑家會合 我姑姑開車子幫我們載一些米跟油 每年都是他們參與 今天三個里40戶 一次跑不完那麼多 我們是預定2月15號已經講好 我們還是要再跑 每年都是分成三個梯次 師兄找找找找 我們從哪裡開始 你又跟著我走這樣 好 和里長會合後劉真英和先生彭喜慶 一群人奔馳在山裡送暖 這樣的舉動持續至今十二年 新年快樂 幫助人家我是覺得是一種福氣 所以我也很樂意他給我這個機會帶著大家到山上來 來幫助這些需要被幫助的人 我覺得他比較開朗 本來是一個大腸癌的 你看他能夠把病痛放在一邊 他生活的還是很快的 感受當地居民面對病痛的樂天性格 劉真英邊做志工邊學習豁達 在和感恩戶的互動過程中 彼此更像是久別重逢的老朋友 清柔的幫老人家做拉筋 開設國術館的馮喜慶 會在發放時協助做復健 劉真英也幫忙擦膏藥 減輕對方的病痛 並仔細觀察當地的居民有什麼需要 能做的他們都包下來 連為小朋友修正儀容也難不倒他們 深入了解感恩戶的艱難 加強物資的補給 劉真英抱著回饋的心 和先生彭喜慶 繼續翻山越嶺 用愛溫暖更多 偏遠山區的裏民們 新年快樂 台灣台灣是補兜 以愛以賢為步 台灣真的是寶島 這麼濃厚的人情味 這麼有愛心的夫妻黨 當然我說這對夫妻來到台北 自己打拼有一番事業 但是二十多年前 一場火把你們所有的家當都燒光 包含剛收來的貨款 什麼支票也都被火燒掉 都燒光了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火又不是爆炸 來得及去收持自己的戲卵家當 這對夫妻為什麼反而跑出去敲鑼打鼓 對 因為聯機都連接在一起 跑不出來 那個蔓延得很快 生命比我們財產來得可貴 所以您怎麼樣呼喚大家 我到廚房去拿鍋子 一夾一夾去敲 空空空空 對 像那個聯手有壞的感覺 生火燒防敷 因為那是半夜 12點多 對 尤其冬天 睡得更熟 更正香的時候 大家都出來 對 大家出來 所以他們就 第二天他們就送一些物資給我們 來感謝我們叫他起床 白天太陽出來之後你們回到你們家 發現你們前面的路上 停的車子上面堆滿了物資 對 有衣服 有米 有的認識不認識的都送過來 所以這些人就是陪你們度過那段難關 對 對 對 所以當你們所有的家當被燒掉之後 對 開始在思考怎麼樣再站起來 對 那我們就當然要 當作說這個燒掉的 我媽媽講了一句話 她說燒掉的 你不要去追他 你就等於好像說我的太舊換新 我媽媽就講這句話 好樂天的想法 對 我媽媽這樣告訴我 太舊換新 對 她說其他的就過年到了 你認為那舊的不要了 現在再去買新衣服 重新開始 我說好 哇 你說那個是那一年的年底十二月多 馬上就要過年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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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個月 我那時候幾乎每天都是 很勇敢 人去面對信使 對啊 都要過年了 對 剩下二十幾天 難怪後來你們東山再起 自己開了國術館 開了中藥房 對 有更好的經濟收入之後 開始想要回饋了 對 對 對 特別是您剛才說 您其實小時候苦得要命 對 對 連註冊都沒錢 對 那時候叫做初中 不叫國中 初中要考試的 你的年紀 對 考試 我們要收一些錢去補習 但是您說這幾年回去 關懷你的鄉親的時候發現 當時借你錢註冊的人 現在反而變成你關心的對象 對 那個太太 她現在是103歲了 而且她女兒又中風 剛好我們又接觸到 所以我就很感動 愛的循環 對 就是這樣 就是讓我們有機會這樣 有機會回饋一下 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她的女兒來講 我們已經是有訪視好幾年的 可是不知道是她的女兒 原來她曾經幫助過你 先生 對 對 我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來了台北以後 我就很少去接觸他們 這是剛好兒兒的機會 對 就到她那一家 理想到來的 結果一講什麼名字 我說 那她先生什麼名字 住哪裡 她說對 我說我要感恩她 所以我就 那個姻緣之下 剛好就回饋一點 一點心意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對 這個千里姻緣一線千 一切都是好姻緣 對 包含今天為什麼 86歲的金菊師姐會坐在身邊 因為這對夫妻說也要好感恩她 好感恩 對 來 看下去了 去小張那打小洞 小洞 小洞 禁思雨就是心靈的良藥 要是說大家能夠把上人的禁思雨 用心看一下的話 你受益很多 上人說多一個好人 就少了一個壞人 所以說我盡量利用這個場所 把上人的法 帶出給每一個人 在與先生彭喜慶開設的國術館裡 劉真英經常利用 為病人敷藥的空檔 做禁思卡 寫書法 再用書畫作品 和病患廣結善緣 也用禁思雨療癒他們的心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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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 謝謝 謝謝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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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等一下要順便請師兄 幫我看一看 是怎樣 因為那一天被五口紅釘 唉唷 什麼紅腫 派湯要跟我講 好 OK 有拐道 對啊 這精拐傷沒關係 這個貼藥給它消炎就好 這有紅腫的貼給它消炎 洗澡注意一下不要弄濕 這個禁思雨送給你 生命的樂趣是親身付出 發揮生命的價值 這個對我很有用 適病由輕 讓許多人自願成為劉真英的會員 他總以惜福的心情 對待每一個和自己有緣的人 更以愛物的態度 搜集印刷廠大批無用的紙張 才製成各種空白禁思卡片 用心帶領平日在校園裡服務的 大愛媽媽們書寫禁思語 給他們寫寫禁思語 因為今天他們是第一次來寫 所以說我多發幾張 這個是我裝墨汁的 給我們這個學員大家一個人用一些 開筆 揉一揉動一動 就是要開筆 讓潤到完全有水吃進去 然後要沾乾 我們拿筆要挺一點 要挺一點 叫做中鋒 你這變成測鋒了 注意細節 把自己所惠的交給初學者 身為隊輔的劉真英 希望大家能從中發現 書法之美與禁思語的妙用 成為以筆傳法的人 我教你們寫那個 福路受洗 平常這個字 他這樣牽過來就等於一個意志 我以前對於書法一竅不同 本來脾氣都比較暴躁 學書法以後 心比較能夠沉浸下來 所以說我希望借重書法 以及上人的法 能夠把我的個性 這樣圓融一點 沒關係 這是很好啊 而且很好 藉由書法 成就圓融的性格 劉正英把這份體會 轉為創作和幫助別人的動力 讓更多人感染到 他願意來奉獻的熱情 以及付出無所求的喜悅 每年發出去的卡片多達幾萬張 不論是誰跟劉正英要 他都義不容辭 立刻公印 哪怕一百個人當中 只有一個人 因為靜思語度過人生難關 重新找到希望 都會成為他堅持下去的力量 現在他繼續用筆 轉動法輪 把靜思語灑播到各地 我們投入在學校的部分 其實是很用心的 以筆傳法 對不對 所以雙手萬能 除了可以做環保 也可以寫書法寫 禁思語跟大家結緣 您的禁思語卡片 您的這個寫的文字 不僅在臺灣流通 中國大陸印尼馬來西亞 新加坡都有你的東西在流通 對 菲律賓有 剛才上半段我們有講 這對夫妻其實秦善 騙族很多地方 這是他們的故鄉 關新族關西 除此之外 我剛才有說 桃園也有你們秦善的足跡 復興鄉 還有這個 松赫部落 和平鄉 台中縣和平鄉的松赫部落 也有你們去關懷 不僅如此 這兩張剛出爐的小腾腾 古年年代 103年12月26號 他們夫妻真的是造福鄉里 為什麼台北市大安區公署 要頒發這個感謝狀 所望相助隊的劉真英 這是師姐 這張呢 所望相助隊的彭喜慶 為什麼 跟大家報告 這個去年發生這個高雄氣爆 大家對於這個方面都比較有敏感 對 聽說有一天你們聞到了什麼 聞到那個味道不對勁 我們就開始一直查 就查到那個地方 就有水倒下去就很好泡 蛤 我聞到那個瓦斯位 就頭會冤 後來我們就趕快打電話給里長 然後里長過來 我們又打電話到那個1999的報案 後來他問我們那個編號幾號 我們就告訴他 結果一查出來就是瓦斯的管路 瓦斯館外露 對對外露 邊邊又是那個汽車修理場 阿彌陀佛 那時候是晚上九點左右吧 對 那時候馬上就消防車也來了 瓦斯的公司也來了 救護車也來了 好險 好險 整個建國南路都排滿是車 所以救人一命 慎兆七級浮屠 包含你們現在寫淨詩語也是治療人心 對 治療人心 您的巧手 骨科權威 聽說是祖傳的功夫 對 師姐為了要讓自己廣結善緣 有中餐廚師的執照 對 剛才上半段你看他幫人家易檢 他不僅易檢 他還有縫論師的執照 還有美容師的執照 還有中醫調配師的執照 以及書法教師的執照 這都要感恩你的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剛才我們看影片說 老師指導有方 哇 真英師姐 這寫字架勢十足 還會指導人家 但是說 他說感恩我的恩師 感恩金吉師姐 因為他很認真就在寫 我們也看到這個可以提拔的 我就鼓勵他 你去參加那個真事 你有參加真事通過的話 他發給你書法教師的證書 那你以後就可以教學 所以他現在我說可以獨當音樂就是這樣 能鼓勵的動還是他自己 他很認真在寫 當初我也是沒有那個膽量 他一直在鼓勵我 所以有心就不難 對 對自己有信心 對 對 對 特別是接受上人的勳陶之後 每個人都有幾句敬詩語奉為歸孽 師姐就覺得說 知福惜福再造福 對 對 對 應該是這樣 為什麼為什麼 你為什麼對這句話特別有感覺 因為我親身體驗吧 就是一場火讓我覺得人生非常的溫暖 只要我的能力有限的話 就像上人給我們講的 我們吃了八分飽就好 兩分住人好 太好了 所以雖然那十幾年前 我們還是有房子貸款 孩子還念書念大學 那三四個孩子也是 可是我認為說我還撐得過去 那時候我就開始做了 了解 對 送物資回你的故鄉 那時候我本身還有貸款 對 所以不是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不是 我只要是說我能夠 比方說我口袋有多少錢的話 有十塊錢 我們省一點吧 我還是能夠捐一點點出去 好可愛 對我們的生活不會有影響 對 我記得當初我那個時候是 我每天就控制兩百塊的生活費 我還要準備便當 我這邊這樣 真的是客家人情檢的家風 應景 應景 應景的這種 就像客家人講的 便當媽媽 像他要去哪裡我就開車給他接送 今天也是你開車來 對 對啊 像我們到慈願去寫字書 隔一週去寫字書 對 都是他送的 大船師 大白牛車 還有 盡一分心力而已 小事 小事 像今天來搭一台 有時候去關渡 或者三重園區 是 只要有我們開口 馬上就送我們去 師兄 很棒的師匠 沒有啦 今天一分心力 難怪您說您對於上人說 對的是做就對了 特別有感受 對 上人講的嘛 做就對了 因為我這樣做 我認為是對的 今天一分心力 您只是差沒有穿 慈濟制服的慈程師兄 對不對 對 那些物資聽說也都是 你廣節善緣 對 你在國術館幫許多病人服務的時候 你會有時候有姻緣 你就會順口一說 對 大家就一百兩百三千五千來護持 對 嘴若開 開完就一大堆 對 要勇敢的說 對 勇敢的寫 對 讓大家看到的靜思雨 會興起歡喜 對 聽到你的介紹 會勇於樂捐 對 那就滴水成河 利米成我 對 所以說很多客人會跟他聊天以後 他就會參加我家師姐的會員 是這麼樣子 所以您醫病 對 邊聊天 又可以醫心 對 又可以邀約大家做好事 對 所以你的工作的地方就是一個生活的道場 對 也可以這麼說 也可以這麼說 我說我們不管做多少 是 只要你有這份心 是 上人都很歡迎 好 我說盡量你能夠那個的話 就加入我們的那個會員也可以 他們有的時候 就開始加進來 加了蠻多的 所以希望兩位繼續用這樣的方式來推廣 讓更多人看到你們就心生歡喜 對 然後就可以如你的名字一樣 喜慶 好不好 希望福天同慶 因為天下太平 無災無難 無災無難 對 希望這場火災 讓你們有了啟發 真的要知福惜福再照 對 也讓我們更多人知道 時間無常真的無法擋 把握當下 好好的珍惜每一份好姻緣 感恩三位 祝福大家 平安 祝福大家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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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